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由牛腿形状的七姊妹之星建筑,指向百里行之星 早上2015年,神带领尤华牧师分享一系列印证石安教会是永恒生复的共同信息 包括天马座行动、玫瑰园计划和923的共同信息 证明石安教会就是得着被提资格的男孩子 将会得到时空穿梭能力回到历史之初 成为与神同创的永恒生父 并且,由2015年12月开始 尤华牧师分享一连串时间中的绝对存在信息 以巴黎三个海船门、巴黎铁塔和牛腿形状的湖 组成一幅《巴黎行之星星图》 作为整个故事的起点 原来,整个巴黎的《巴黎行之星星图》 是指向每后日子的终极舞台 即身负的住处就是香港 而香港也有对应巴黎的三个海船门 包括香港政府总部的门上开 西九龙住宅大厦海船门 以及元朗屋苑上月 加上三个牛腿形状的建筑 九龙公园、元朗公园 以及同样以巴黎行之星星图的 像树倒为南本的天水围地区 构成一幅指向抹后终极辛苦中绩 和住住的完整巴黎行之星星图 而这幅星图指向的就是石安教会 长程可以从2015年12月6日开始播放的 《2012荣耀盼望讯息》 及以下精华短片 包括2015年12月6日 巴黎和玫瑰园的共同讯息 2015年12月13日 巴黎和玫瑰园计划之二 2016年1月10日 巴黎巴黎巴黎行之星和 尤华穆斯一生住住的共同讯息 2016年2月7日 香港和耶路撒冷的巴黎行之星星图的共同讯息 以及2016年3月20日 香港天水围所隐藏身父住住的共同讯息 当中提及 神早已借着时间中的绝对存在的方式 借着三个海船门和三个牛腿形状建筑 指示我们石安教会使用的一切场地 又或牧师各个住处和大兄姊妹聚居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 石安教会就是神简算的身父和真命天子 但大家细想一下 会发现非常奇怪的一点 为何上述精华短片 几乎没有提及 石安教会早期的发源地 当然 以2010年或之前的Google Earth Live线 粉领围和圣殿根基石距离4794英里 这一点已经相当神奇 但是 在石安教会历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粉领围 有没有类似的巴黎行之星星图 成为印证石安教会的共同讯息呢 答案当然有 以下将会逐一解构 在香港地图上 这里是牛腿形状的九龙公园 这个是穿过三个海树门的三号干线 这个是另一个牛腿形状的元朗公园 而这个大范围 就是爱营指牛腿 和橡树岛的天水围地区 相信收听过 时间中的绝对存在信息的观众 都非常深刻 接着 我们走到粉领围 在地图上放大粉领这个地区 大家看到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看到一个好像牛腿和橡树岛 即七姐妹星图的形状呢 没错 其实粉领围这个地区的形状 和天水围和橡树岛非常相似 只是橡树岛对比的牛腿 在地图上指向右边 天水围的牛腿形状指向上方 而粉领围的牛腿 则指向右下方 相信大家都记得 天水围的牛腿 是对比盛成耶路撒冷的牛腿 长情可以重温精华短片 香港和耶路撒冷的百里行之星星图的共同信息 以及香港天水围所隐藏身负处处的共同信息 当中指出天水围和圣城的众督共同之处 而且两者刚好是上下倒置 例如天水围西铁站的北面 是石安教会成员 由1996年商用水事件开始聚居的地区 对比盛成的南部 同样是牛腿下方至牛堤部分 称为石安的保障 即石安城 石安教会第二个办公室 又称为第二所盛殿 位于天水围南部这个位置 对比盛成的同一个位置 正是盛殿山 两者都是盛殿所在地 而盛成最右下方的外围 是吉伦溪 在天水围的相对位置 同样有一条天水围河 圣城最南端是西楼亚池寺 在天水围的相对位置 正是香港唯一的湿地公园 至于粉岭围的所在地 即拥有牛腿形状的粉岭地区 与圣城对比 同样有很多相同的结构 地方名更是带着 关于石安教会的共同信息 首先 我们将牛腿形状的圣城放在左边 石安教会的发源地粉岭地区 放在右边作对比 左边是圣城 右边是粉岭 第一个相同之处 圣殿的上半部分是圣殿山 粉岭的上半部分就是粉岭围 正好对比在粉岭围最居的石安教会 就是神在每后日子建造的圣殿 即是对比两者形成的牛腿形状 原来圣城圣殿的位置 正好对比粉岭牛腿地区的粉岭围 而粉岭围就是1996年 湘水事件前 石安教会聚会敬拜神 和聚居的地方 第二 圣城的圣殿位置 右边对出 是主耶稣完成所有地上使命后 升天的橄榄山 是主耶稣在地上最荣耀的高峰 而粉岭围的右边 就是凌山村和凌山路 隐藏着属灵高峰的意思 凌山村也曾经是石安教会的 其中一个家序聚会地点 第三 圣城的右下方 外围有一条吸轮溪紧 紧贴着城墙 而粉岭围的相同位置 即右边外围 也有一条河称为麻辑河 麻辑正好对比右华牧师的匿称麻辑 第四 圣城最下方的牛堤位置 是约翰福音记载 主耶稣行神迹 叫一个盲人能够体见的西罗亚池子 而粉岭的最下方 竟然有一座名为 碧湖花圆的住宅屋苑 顾名思乙是一个碧鹿的湖 正好对比西罗亚池子 第五 圣城右边的城墙 有一道门名为马门 而粉岭右边 就是马会道 两者都是以马命名 正好对比四马 以及又华牧师的匿称麻麻 另一方面 粉岭除了牛腿外形 对比天水围和圣城耶鲁撒冷之外 也隐藏了很多共同信息地名 例如 很多屋苑和道路 都以尤华牧师的华字命名 与华深邨 华明邨 长华邨 和华委员 华深邨和华明邨之间 有一个名为花刀广场的私人屋苑 花刀代表巴黎 而巴黎的城市规划 就是一幅指出身负住处 并指向香港石安教会的拜行之声星图 粉岭更有一条道路的名字 与尤华牧师息息相关 就是一鸣路 为何这条路的名字 与尤华牧师息息相关呢? 因为尤华牧师已故返回天家的父亲 名字就是梁一鸣 粉岭为 所形成好像像树岛的牛腿形状里面 竟然隐藏了尤华牧师 至爱的父亲梁一鸣的名字 成为另一个时间中绝对存在的共同信息 最后 所有百利行之声星图 其实都是以牛腿形状的七字梅声 指向百利行之声 就是当时代的真命天子 当然 2000年前 所有世代的百利行之声星图 都是指向百利行出生的主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主和真命天子 但现今地上的百利行之声星图 我们已经知道是指向石安教会 指出石安教会 就是末后日子终极舞台的真命天子 并且牛腿方向 就是指向神响时代计划中对石安教会的旨意 例如 尖沙咀牛腿形状的九龙公园 指向代表火车和时间的钟流 代表回到未来时空穿梭的引发点 以及发生了曼德拉效应的罗马数字4 意思是石安教会将会得着时空穿梭的能力 另外天水为牛腿形状的牛堤 就是指向右华牧师曾经用作看太阳的位置 望井为的一处山头 神亦以新拉线4794英里去引证看太阳当作食物的信息 绝对是神一日都不偏差的带领和指引 但粉岭为的牛腿是指向哪里呢 大家看看地图 这个地区就是粉岭的牛腿形地区 而牛堤部分所指向的 竟然是香港最著名的墳墙和合石 会何臣要以代表死亡的和合石墳墙 成为石安教会1996年双水事件前聚居 粉岭为牛腿星图指向的百利恒之星呢 原因很简单 既然双水事件和粉岭为 在旧拉线是代表Alef的4794英里 这就是代表石安教会 在双水事件前的侍奉模式 是要走进一个结宗 要先死去 才可以诞生他福4794英里的 2012荣耀盼望讯息 因为1996年前 石安教会整体与外间灵人教会的分别并不大 但又和牧师信服神的带领分享养分疗法后 石安教会就走进另一种 全新的教会体制和方式 在教会历史前所未见 同时 神亦以先知博中在2009年9月5日发表 神荣耀列车的预言和拉线4794 印证石安教会1996年的转向 至今仍是每一天都走向神的时代计划里面 所以 反而为指向的和合石 就是指出神的旨意 是要将以往旧有的教会模式 带进死亡和终结 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219 将分享更多曼德拉效应个案 第一个个案 相信一直收睇曼德拉效应专辑的观众 都会对印度长城的曼德拉效应个案非常深刻 旧现实里面 绝大部分人只记得世上存在中国的曼利长城 此外 最多只听过分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 但现今新现实里面 过去500年来 印度竟然一直存在一条非常宏伟壮观 世界排第二的长城式建筑 就是现今被称为 宫柏尔格尔城墙 宫巴哈加鲁瓦的印度长城 但是 假如我告诉你 现今世上原来不单只有中国曼利长城 英国哈德良长城 以及印度印度长城 还有另一座近似的长城建筑 你曾经听过吗 现在 给大家五秒时间 猜一猜 还有哪一个国家有长城呢 好 开估了 就是鄰近印度 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长城 有趣吗 现时 原来连巴基斯坦都有类似长城的建筑 你以往听过吗 假如今天我没有告诉你 你会知道巴基斯坦长城的存在吗 按现今维基百科的记录 巴基斯坦长城 Renicott Fort 位于现今巴基斯坦的南部 现有为止全长约三十一公里 没有官方中文译名 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 是谁建造 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建造 以及用作保护什么地方 只知道公元1812年 由Telpu民族收纸 由Telpu民族收纸 就好像印度长城的曼德拉效应个案 假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 这么宏伟壮观的长城式建筑 为什么世上绝大部分人 都从未在任何书本或者电视纪录片里面 见过印度长城和巴基斯坦长城的介绍呢 就好像中国的曼里长城 自己国家拥有这么宏伟的建筑 很多中国人都会引以为傲 甚至流传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说法 但是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时间 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同类的伟大建筑 为什么以往从未在任何地方介绍过呢 明显巴基斯坦长城的存在 是因为曼德拉效应而出现 第二个个案 是美国人家存户晓的一个虚购人物 虽然是虚购 但却是美国人公认的爱国主义象征 当然这个人物并非漫画人物美国队长 他是谁呢 就是美国人所共资的山姆大叔Uncle Sam 但是Uncle Sam极可能因为曼德拉效应 导致服饰和细节出现了改动 首先跟大家玩一个游戏 现今现实里面 美国军部所设计官方Uncle Sam的帽 是左边上半部是美国旗垂直红白间调 底部是蓝色底加白色五角星 还是右边上半部纯白色 没有代表美国旗垂直红白间调呢 给大家五秒时间想一想 好 开估了 现今现实里面 有历史以来Uncle Sam的帽 上半部都是纯白色 并没有代表美国旗的红白间调 奇怪吗 但是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面 Uncle Sam的帽的上半部 一直是红白间调组成 因为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面 他全身都是以美国旗为服饰 你能够想象如果只是人们记错 为什么大家的记忆里面 并非五花百门的不同外形 偏偏几乎所有人都记错红白间调呢 例如在Google搜寻Uncle Sam in cartoons 即Uncle Sam cartoon 会发现除了美国政府官方Uncle Sam的帽 在上半部纯白色之外 几乎其他所有人画的漫画图片 都是以红白间调组成帽子的上半部 又例如 当你搜寻Uncle Sam cosplay 即真人扮演Uncle Sam 你同样会发现几乎所有扮演Uncle Sam的人 都是戴上半部为红白间调的帽子 而不是上半部纯白色的帽子 就是以Uncle Sam的服飾造型出场 而他所戴的帽子就是一顶红白间调的帽子 并非现今现实官方的白色顶部 又例如当你搜寻Uncle Sam movies 即Uncle Sam电影 会发现一出1996年上映的恐怖电影Uncle Sam 电影海报就是恐怖版本的Uncle Sam 他所戴的帽子同样是红白间调 而不是现今现实的官方版本 没有红白间 只是纯白色顶部 明显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外国虚购人物Uncle Sam的外形 已经因为曼德拉效应而改变了 第三个个案 就是本身与曼德拉效应息息相关的欧洲核智能组织SERN 很多研究阴谋量的人 都认为曼德拉效应 与SERN藉着大型强子对状机LHC 所做的粒子对状实验可能产生的时空扭曲有关 并且早前主日 尤华穆斯亦在丁华短片分享过 SERN在其中一个介绍自己机构工作的音乐短片里面 已经隐藏了有曼德拉效应的字眼 明显向全世界暗示他们知道有关曼德拉效应的真实 然而 这个机构本身的标志 极可能已经因为曼德拉效应而出现了变动 现在 和大家玩一个猜迷游戏 现今的现实里面 SERN的官方标志 在左边 只有一个圆圈 加上三条向顺时针方向伸出的长直线 形成好像三个数字绿的重叠 和另有一条逆时针方向伸出的短直线 还是右边 由两组圆圈所组成的标志 左边的一组是和右图一样 再加上右边的一个交叉重叠的圆形 而圆形又有一条逆时针方向伸出的直线呢 让大家五秒时间想一想 好 开估了 是右边 有两个重叠的圆形 才是现今现实里面SERN的官方标志 而且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标志 从来都未使用过 左边只有单一个圆形的标志 奇怪吗 但是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 SERN的标志一直以来都是左边只有一个圆圈 并好像以三条伸出顺时针方向的直线 好像三个重叠的数字666 于是 成为很多网上阴谋论者一直所热烈讨论的话题 认为商机构就是敌基督 但是现在的新现实里面 多了一组右边交叉重叠的圆圈 令以往这个666的阴谋论变得无灵两可 所以 商的标志 極可能因为曼德拉效应而出现了改变 第四个个案是出现在石安教会的其中一个精华短片里面 事源在2014年12月21日的2012信息里面所播放的精华短片 美国总统的黑林棉 《毒品交易》提及 一位美国总统黑林棉的白宫办公室主任人物 名为Patsy Thomason的女士 无论在资料园当时所写的文稿 绘图员所绘制的图片 和剪片园所加入字幕 都清楚写明Patsy Thomason 姓氏的串法 只有一个S字的Thomason 但是 现在当我们再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当中所摄取它在美国官方电视频道Cspan的图片的名字 却同文稿、字幕 并绘图员所加插的文字串法都不同 官方的是多了一个S的Thomason 大家看看以下片段 后来黑林棉在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 他任命了Patsy Thomason 成为政府的白宫办公室主任 他被指曾郭巴茨 无向出入白宫的人士 作出适当的安全检查 而巧合地 所有涉事者都是吸毒者 并且在Patsy Thomason的领导下 所有在白宫内的随机毒品测试都被取消了 明显这位Patsy Thomason的姓氏 已经因为曼德拉效应 由姓氏里面只有一个S的Thomason 变为有两个S字的Thomason 牧师 我们现在都知道 因为曼德拉效应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 其实是由神所创造的一个 虚拟电脑程式一样 不是永恒的 是会过去的 随时都可以变成的 甚至乎就像Matrix 一样 就是一切都是神 把这些电子讯号 将以不同场景 放在我们的脑袋当中 所以我们的记忆就会有新记忆 旧记忆 那我们又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自由 就是要去改动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这种程式的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就是如果我们想着这个世界 就好像我们的终结 就好像我们的终极 那我们 当然就好像磨变那样 你可以慢慢锻炼到 变成武林民主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本身对我们是一个考试 你想想 你能够对这个考试作出几大改动 你进入市场了 学生不是想 我对这个考试有作出几大改动 不是这么想的 而是说你应该在这里面的表现是多好 而并且你在里面怎样 能够改善自己答到一些问题 使自己最确定 使自己预备的工具 圆筆跑得最尖 你的擦字胶擦得最干净 你的时间怎样控制得最好 你怎样了解这句试卷 想想这方面的事情 在主日信息中 由华牧师直上万德拉侯应 解释了什么是人生 每一个人在世上 亦都看似拥有自由旨意 可以随机易而活 但万德拉侯应令我们明白到 原来是神早已设定 和预计我们的人生轨迹 因此才会出现在平衡情境中 令一个世界的我们 可以补派一些的片段 例如英皇之母时 看次选择了为神翻译圣经 但同一时间 神早已预备另一个场景 令他翻译的圣经出现第二个版本 就是我们现时所见 万德拉侯应下千仓百孔的版本 假如一所学校是人生的缩影 我们的角色就像一名学生 多于一名老师 因为唯有学生 必须依尋学校设下的轨迹和框架 才能够成功 相对而言 老师的人生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虽然老师和学生都要进入学校 但老师的角色和学生不同 即使老师向好的方面发展 他也有众多未知的选择 除了选择成为受学生外戴的老师 也可以选择成为学系的主任或校长 甚至可以随时辞职 在考试局工作 写教科书等 老师的人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学校并没有为到老师 如何去生活和自处 而設立成长的框架和轨迹 所以当老师进入学校后 校长也无法估计他在三十年后的成就 但学生却自然不同 如何在市场上成为一位好的学生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道路 因为在市场上取得好成绩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老师预备的考试卷中取得满分 他的责任就是要跟从老师预设的轨迹和框架而执行 并且执行得最好 所以无论是十个、一百个、甚至是一千个考生 他们在市场上考得好成绩的轨迹也只有一条 而这条轨迹也是老师早已预设 即使学生怎样优越 都无法走出老师预定的考试框架 另一条成为好学生的道路 他们无法在市卷上绘画 将市卷思绪成为拼图 在市卷上称赞老师 甚或改写题目 按自己认识的范围作答 这些行为都无法帮助他们取得任何分数 真正优越的学生会为考试作出充分的预备 提升自己的状态去认考和作答 然而学生得到满分 学生的成功 老师也是早已知道和计算得到 因为市卷是由老师草耳 包括问题数目、考试时间等 甚至满分标准 也都是老师在学生进入市场前早已决定 所以对学生而言 想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得着好的成绩 当然是要符合老师为考试定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不要误解老师所出的试题 并且要依详老师定下的考试规则 以及答题标准作答 同样 当我们每一个旦争于世 我们不是好像老师进入学校一样 相反是正如学生进入学校一样 整个世界、全人类历史就成为了我们的试题 当我们进入这个庞大的市场 用一生的时间去答题的时候 很多人甚至没有办法找出试题 即是绝大部分人根本连自己为什么生存于世 目的是什么都并不知道 更不会知道自己的人生需要回答神所设定的试题 因为人生的试题本身 已经是以迷题的方式出现 这样才能够考起绝大部分人 神就如学校的老师一样 刻意将试题设计成谜题 杨振胜爱主的一群 愿意专心尋找神的人 才能够尋得见 而这个只是第一步 尋见合的下一步就是不要误解试题 并且成功作答,取得满分 历史中众多復兴的领袖 我们喜不是看到他们在历史的市场当中 尋找出人生的试题并且成功作答吗? 例如马丁路德在天主教背景下尋找出因信称义这条试题 并且在指定时间内作答 成立了信议会 开始其后五百年的基督教復兴之路 其后信讯会 巡道卫理工会 五巡折圣结会 到1948年的音乐师歌福环 其后的神积医治报道运动等 当时带领复兴的领袖 并非人魂亦魂地度过一生 也并非寻找上一次的考试试卷和答案 照抄一次就说自己应该得到满分 相反,神隐藏试题成为迷题 唯有真正爱主 愿意寻找试题的一群才能够尋见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单只是答题正确 并且是当时代的高材生 他们画时代的举动有比于整个时代的所有人 所有面对这份试题的人 只有一个人能够尋找出试题并且答对 因此在后世的眼中甚至在神的眼中 他们就是人生的真正人家 神的设定下每一个年代都有隐藏的试题 我们面对所有场景 都是神特定给予我们这个世代的试题 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场景 正如学生无法改变老师的试题一样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现实的场景当中 尋找神的试题 并且努力作答,随得满分 即是在这个现实的场景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之计 让我们拥有不同的内涵,背景,家庭,社会文化和制御 我们在这些不能改变的场景当中 尋找神为我们设定的角色和定命 并且尽一生的光阴,演好这个角色 以及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时代使命 就是在神预测的框架下随得满分 所以变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个就是如何应付这个考试 另一个就是如何能够在人生中享尽一生 因为只有一生 所以变成如果想着享尽一生的时候 就会想着如何改变这个情绪 这个就像MATRIX那样 但主角都死了 但我们现实不是 我们现实其实是一个考试 所以变成反而我们应该在考试当中 作出最好的表现才会最等待 但如果我们想着这边 我们怎样改变这个情绪、静静 但为了什么呢?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为了将来可以落地獄? 因为你改变了 可能你的表现不是最好的 可能你因此随流失去 所以变成反而这边那种想法 就有点不等待 反而这边我们应该在想 就是说这个考试想考我 如何才能取得到100分 早于1995年10月12日开始 日和牧师分享了一年十七篇的 《摩西诗篇》之目的的主要信息 救助人生存的第一个大目的 就是要成为一个次臣的人 并且要拥有如同王者的形象 所以每个人第一件最重要的决定 必然要决志信主耶稣基督 立至一生成为基督徒 努力学习神的话语 一生持守真理 切实执行真道 并且学习听听神的声音 尋找和完成神为自己设定的时代计划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假如有人一生都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 一生都没有任何一刻是为神而活 或者以赐神成为人生目的 这样 这个人就是完完全全地白白浪费了一生 无论他生平的成就功过是怎样 曾经做过几多好事和善事 最终他离世之后 只会发现自己的罪仍然存在 没有被主耶稣的补血洗净 愚客的永恒都要在地狱受火刑 这个是何等可悲的事 这个亦正是所有外邦人一生的写照 他们由出生至拥有自外意识 从未努力尋走人生的意义 虽然神早已在世界楼下种种明显提示 让人知道神是真实存在 而且人生没有神 就是毫无意义的人生 而同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讲 自从做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星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毁 以下是节目摩西诗篇第七十一篇 目的第四篇的部分内容 开始的首相提起创世记第一章 第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内的愚 空中了地上的伸促 我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哪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有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偏满地面 治理者地 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人类被创造的第一个大目的 就是说我们身为人真正最快乐和最感觉到幸福 就是我们能够第一达到有神的形象 第二就是管理 第三就是增加 所以你发觉这三件事在今时今日都是很多人去推崇和崇拜的 比如说一个所谓有形或者威这些字眼是接近神的程度 又或者甚至管理很多人去想成功 又或者很想生意里面成功 甚至政治上面成功 都是因为管理这种这么特别 在我们内心当中一个的倾向 而第三就是增加 当你会见到每一样好的东西成功的增加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心里面所期望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三件事 就是说你要用神的形象去达到管理和增加 就是这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当你拥有这三件事 那你才拥有真正的快乐和你里面的良心会告诉你 你是幸福了 你是成功了 如果你不是用神的形象 你达到管理和增加 是没用的 你是得到每一样东西 甚至人家会觉得你应该会快乐 但是你总是觉得你不能够快乐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用神的作风 神的形象去完成我们人生当中这些大目的 原来我们的良心神伺了给我们之后 在生命当中放置了一种使命感给我们 而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寻找真善美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所有真善美的总和就是神的形象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算你是一个读过书人或者未读过书人 你会寻找这一样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寻找它 但是有一样东西放在你内心里面的机能 你会寻找真善美的 这个就是神放置在人里面良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就是你的良心永远告诉你 你有一个存在的工作 你有一个功课你要完成 而你不会完成的话 你就枉过一生 所以你会看到在今时今日到现时 任何一个时代所有的电影都是仍然最 popular 就是英雄 就是最卖座的 整天哪个时代都有人看的 就是讲一些真正勇敢的英雄 这些成功人物去决定要做一些东西 而到最后它是成功地做到的 无论是讲关于事业也好 关于他们的生活也好 关于他们的甚至一些幻想科幻的小说也好 这些的戏永远都是好买做的 就是一条旧巧用完又用 就是说原来这些所谓传说中故事里面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对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有权柄或者有能力 或者有一个超人的智慧或者是聪明或者是很醒目 他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知道常人是没有的 是接近一种神的形象才有 然后我们看到他成功 要完成他的使命的话 就算不是我们来的 那个是电视或者戏院里面的一个主角 但我们里面竟然都会开心 我们都会觉得是一套好戏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 都是有这三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以神的形象去完成管理和增加 戏是这样做 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到人就不是这样 人的私生活不是真的这么正义的 人的私生活反而好像戏里面的那个坏人 那个毒枭 那个打仔 那个懒仔 刺到足 样子也是 或者做的东西 说的东西也像 原来在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原来当罪进入世界之后 人是没有办法选择善 用善的方法来完成好的东西 甚至有些人为了所谓大前提 我们这件好事 但我们也要花一些黑钱 你会发觉他们说的东西 似乎是好 动机也是好 但是做法或者甚至完成的东西 都用骄傻的手段 你会发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原来自从罪进入世界 人就没有能力去成为神的儿女 人就没有能力再次 去以神的形象去完成神的使命 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使命 我们是可以赚到钱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 但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形象去做到 因为人已经没有那种力量 罪是捆绑了人 所以这个就是为何圣经整天都说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是从黑暗的角度 已经转移到神的角度 当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方法完成 我们里面说给我们听 良心说给我们听 我们所渴求所追寻的东西 我们就会选择撒但所提供的方法 我们会用很好的大前提 为了大家的着想 为了大处的着想 或者为了更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些小小的做法 我们可以信尸 问题就是当我们做完 或者得到之后 我们没有那种成功感 我们在人生当中 当我们依赖撒旦 去完成我们的使命的话 我们是充满失望和挫折 因为我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我说的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可惜 世上绝大部分人 并没有利用短暂的一生 尋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尋走神 从来都不知道神是有意 将世界设计成人类的注母和迷体 以人生成为人类的市场 考验我们每一个 虽然 绝大部分人都知道 人生只是短暂数十载 并且世界充满罪恶 但他们也没有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只是愚蠢地选择尋走在世的快乐 以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把握短暂人生 例如 有人会尽力赚钱 希望享尽荣华富贵 有人尋找兴趣和嗜好 所谓充实人生 有人误信佛教和道教等假宗教 以为多做善事就可以登上极乐世界 也有人为爱情和家庭花尽一生 却没有为天国付出任何努力 但这一切都不是真正人生的终极答案 因为正如罗马书所说 世界是神所创造 人类也是神所设计 唯有神才知道人生的真正目的 唯有神默示的圣经 才拥有人生各方面的指南 亦唯有主耶稣基督 可以提示天国的入场卷 但大部份人 若选择无视人生唯一的正确答案 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这是一个不断修改 不断找回真正人生的目标 亦是圣经不断教我们的方向 反而在全世界自由当中 你要走入圣殿里面的一个 得一千找的一个会幕里面的智慎所 就是这个目标 好像没有自由 好像很封闭 但这个就是原来才是最好 在完成这个考试之前 你找到一个终点 就好像等于 突然间扔个地图给你 在里面找到一个藏保图 所以变成如果你扔个地图给你 在这个地图当中找到一个藏保点 在哪里的时候 就不是在乎你拿这个藏保图 好像和浩迪士尼 周围走坏 你要找到一个交叉点去哪里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变成我们改了一个终点 不用你走坏了整个地图 都没用 最大问题就是 究竟你一开始地图当中 如果世界只有一个的奖励 就是谁最快找到这个交叉点 这个藏保图的话 只有一个而已 有七十亿人一起去找 只有一个奖励而已 那你怎么想 就是应该这么想 直接就是这么想 就在竞赛上 只有一个特冠面 这个就是圣经要给我们的概念 这一切 各人必须寻找出人生市场的宝藏地图 既然这个是神预设隐藏的人生宝藏 自然亦预期不会有很多人寻见 如真言所记 将士隐蔽乃乃神的荣耀 将士擦清乃君王的荣耀 既然 巧妙地将士隐秘 是为了显示神的荣耀 神就不会预期所有人都能轻易尋走到人生宝藏 事想 为什么神以将士隐秘乃神的荣耀 显示神隐秘事情的难度呢 神竟然以自己的面子和荣耀 与将士隐秘的刁钻程度挂钩 或想等好 显然 当神决定刻意隐藏一些事物和真理 神会以根本从来没有人能够发言为荣 神看这个是他的荣耀 换句话说 当神立意隐秘一些谜题的时候 新人往往会有一种错误的概念 以为神是出于责任而做 以为神有责任隐秘谜题 更不以为最终有很多人 轻易发掘出这些秘密 解开谜题 可惜 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大错特错 明显 浸延二十五章二节的提示 神绝不是单单因为一种责任 而将真理的傲秘隐藏下来 相反 神是摆上自己的面子及神的荣耀 预计神立意要隐秘的事情 世上根本没有人可以发掘出来 绝对不会有人能够寻找得到 这就是寻找各样奥秘的难度 神隐秘迷提的时候 往往是如此标准及困难 总是世人耗尽六千年的人类历史 也都绝对没有半点的机会揭开迷提 除非 神授予一些人拥有神级智慧 令他们借着与神同等级数的智慧 喀斯神的奥秘发现迷提的答案 所以 真言以十五章二节提示 西上唯有佩德的王者 就是符合神的标准 拥有与神同等性情及智慧的人 神看他们如君王级数的人物 先有资格将视察清 显出他们拥有被神认可的君王荣耀 能够寻找到人生宝藏的人物 所以 神预定全人类历史 只有一个人或一小撮群体可以跑到最后 成为真命献子赢得这一场人生考试 寻找到人生中最贵重的宝藏 始终 我们的人生并非一个人的市场 上次计整个人类历史 是每一个人的市场 在一场人生竞赛 得掌上的人不会太多 赢得冠军的往往也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园体 所以 每个人都必须拼尽全力 尽情参与 竭尽所能以一命换一命的方式 为永生负代价 《哥林多前书9章24节》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掌上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掌上 除此之外 他们必须明白 既然 人生是神为全人类历史预设的人生市场 因此 人生市场必定是神所设计 被神严格规管 人并不能轻易改变或改动 甚至 即使现时出现了曼德拉效应 历史被改动了 但是人生市场仍然是不变 因为改动太大的话 就会破坏全人类历史及其他人的市场 破坏神与设人生宝藏的地图 事实上 过往历史里面 曾有人想改动神的标准和设定 但是他们只会觉得人生苦短 每件事都不如人意 正所谓头头碰着黑 最后被环境 疾病 经历带入绝路 甚至 往往有无数基督徒幻无知的世人 按自己的意愿 自私 情欲 懒惰或自把自为的劣性 企图改动神的标准和试题 妥协及降低圣经准则 最终 人生总是错失 未能赢得人生奖励 因为人类历史的市场 并非各人坐在自己的桌前应口 相反 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个是各人独特的考试环境 正如主耶稣也有他自己独自面对的舞台 成安教会同样也有我们自己的舞台 人类历史中 每个人都总有各人自己的舞台 考验各人在每个考试中的选择 得到各人的分数 虽然 我们会觉得人生市场是多姿多彩 千变万花 但人本身早已被设定了指定限制 例如岁数限制 人可以活到一百万岁吗 当然无可能 又例如 人的出世背景限制 身体状况限制 性别限制 甚至是各人兴趣和梦想的限制 虽然人以为是自由 但是在这个被限制的市场中 其实西人从来都没有自由 人所谓的自由 就是在神给予的多项选择题里面 考验各人在生命里的选择和取向的时候 选取生命的答案 因此 人生市场是被神预设 为全人类历史设定 有指定限制 不允许作出改动 影响别人的考试 正如整个人生藏宝地图上 第一个尋找到或到达藏宝地图上X标记的人 就是第一名 第二个尋找到的人就是第二名 如此类推 显然 神刻意隐藏的人生市场里面 必定有分明次 而能够将视察清的人 先拥有君王的荣耀 即使有人浪费时间 在宝藏地图上四处乱走 往过一生 神亦不会容许人更改地图 妨碍别人尋找宝藏 神在人生考试中设定了奖励和宝藏 有人会以短纤眼光看待 期望在考试里面享尽人生 但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会见到现实 知道这个人生设定 根本是为了考试 最终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永生宝藏等待我们 腐浅地想享尽人生的人 绝对无法赚取永生 以及获得永生的资格 因为我们只能以在世的日子和时间 在人生市场里面援取永生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士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本面 这是主应去吸那些外他之人的 就不是说在这个竞赛当中 我可不可以改动了这个条件 执不能那些 那些不是 因为那些就已经 out of 了所有的正途 但这边呢 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都会看着就是说 我怎样能够做得最好 我做的事怎样能够最合乎圣经 然后在里面当中 怎样精一求精 那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向 跟其他方向不同 就不会走冤枉路了 就会变成最短程 找出这个藏铺道的交叉位的地方 然后挖上去各个人 这样 而这个直成 由这个是第一 然后倒数出去 以后那些人 任何有少少偏差的 他一跳就跳一百万 就是一落千仗 再偏差跌来五百万以外 再偏差跌来一千万以外 名次是这样跌的 因为少少偏差都很远 因为太多人一起去找这个座博图 所以变成 如果以一个这样理解的话 我们就反而反过来看 既然神愿我们走这条路 怎样走得最好 多个想着变动离开这个规律 反而要找到隐藏了的规律 这个就是为何神章 炎虎篇放在针研最后的章 炎虎篇为何放在针研最后的章 为何神父在这里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是世界最聪明的人 所以在炎虎篇 其实去到第23节 和第24节有一个变动 第23节就是说 他拿起了侍奉者的象 第23节 就是一个像象又像一条蛇 的一支象 那个符号 但是去到第24节 跟着之后就变了 因为第25节一直到第31节 其实就是说 25节是说五巡即使 25节26节27节28节 就是分别说先知教师 传道人 牧师 使徒 其实是用人类的五个器官去说 第六个器官就是牙齿 第七就是 第七最后的那节就是塔 所以其实 为何会去到第24节之后 后面会转到第25节 会说牧师 是因为第24节就是support 就是你找出代力势 来support你成为辛苦的那样东西 就是女怨 就是说等于一个女子 想成为皇后 她是不是一定要找女怨 女怨做什么 女怨不是代替她做皇后 是support她做皇后 所以她要找出去 而不是说离开她 找办法离开她 是要找到她 希伯来原文共有22个字母 Aleph是希伯来原文第一个字母 代表创造主 神 开始 以及献祭里面最高代价的制物 牛 Tav是希伯来原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也是最后的字母 代表十字架 签名 和终结 而且 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也代表不同意思 其中圣经不少著作都有字母离合诗 原来字母离合诗的格式就是按住字母次序赞写成的文章或者诗句 第一句的头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句的头一个字母 即是第二个字母 如此类推成为一种记载圣经的文体 举个例子 一手以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母离合诗 文体方面 必定有非常严谨以及指定的要求规格 换句话说 二十六段诗句里面 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母 都必须依次序以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成为起手 第一句的第一个字母 必须是以英文字母A为开始 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母 必须以B为开始 第三句的第一个字母 必须以C为开始 如此类推 直至最后一句 都必须以最后的英文字母Z开始 所以字母离合诗 一方面要充分表达文章意思 字字珠基 另一方面 每一段的句子里面 必须符合这种严谨格式 因此字母离合诗 是一种按住希伯来文字母记载在圣经 极难写成的文体 又例如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 都是使用字母离合诗的格式写成 并且成为预言 然而 最明显的离合诗例子就是 针延第三十一篇十至三十一节的 延辅篇 延辅篇一共有二十二节 而每一节的头一个字母 是按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 顺序排列而写成 所以针延三十一张延辅篇 是按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A 开始赞写第一个字母 第十一节是按第二个字母Batch 赞写第一个字母 第十二节是按第三个字母Gimmel 赞写第一个字母 第十三节是按第四个字母Darlet 赞写第一个字母 如此类推 到延辅篇最后一节 即以希伯来文最后一个字母Tarf 为起手的字母 一直按住二十二个字母排列 写成延辅篇共二十二节经文 其中 自从2017年11月7日开始 佑华牧师透过每日灵修分享 回忆栽仲恩梁佑华牧师自转 就开始分享针延第三十一章二十四节的内容 整卷延辅篇正是详细预言以及描述 世界末后真正基督新父的著造 也正正就是新父级素基督徒应有的信仰内涵 原来言辅篇由第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 是遥遥互相呼应的 第二十三节是一个赞生的开始 是预言到新父级素的基督徒 开始进入圣所侍奉 除了认识火光之外 更要理解灯光的意义 按住希伯来文第十四个字母 成为个人的五秦即时 及至第二十四节却有一个独特的转捏点 是言辅篇一直隐藏的重大秘密 原来言辅篇提醒以及教导新父级素的基督徒 要由第二十三节成为个人的五秦即时参与事奉 之后进到第二十四节 我们新父级教会要突破教会的四面墙 由个人的五秦即时 成为全人类历史时代的五秦即时 累积全人类历史知识以及智慧的总和 成为整个历史结束最伟大的五秦即时 所以 透过研辅篇《箴言》第三十一章 二十五至二十九节这五节经文 按住每一节希伯来文字母的意思 详细让我们知道新父级素的基督徒 如何成为时代的五秦即时 不论是使徒、先知、牧师、传道人、教师 让新父级素的教会装饰整齐 原备地发展出五秦即时的特性 进入侍奉 其中 针言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五节的第一个字母 它解作眼代表先知 第二十六节的第一个字母解作口 代表牧师 第二十七节的第一个字母解作余欧 代表报道家 第二十八节的第一个字母解作后劳 代表教师 第二十九节的第一个字母解作头 代表使徒 然而当身呼吸素的教会 进入针言第三十一章 二十五至二十九节 得到这五节经文的祝福 成为时代的五秦即时之前 就必须要预先装备好 以及符合达到针言第三十一章 二十四节的要求 拥有第二十四节中 引用support 支援这个字的实义 原来身负级素的教会 必须按着杀种的律 在人类历史里面 使自己的生命成为种子一般去杀出 成为整个时代的support 支援 并且是同时具备杀种定律的八个特质 杀种第一点 同性质的杀种才能够得到同性质的收成 当中的动机不是争取争夺 而是单纯的付出 杀种第二点 内心一点不疑惑 由杀种的第一日 直到整个收成的过程里面 连一句消极的说话都不会有 杀种的第三点 一定要是支援世界 如过去石安教会对世界的支援 包括1996年商用水事件 1999年千年重 2009年2012信息的树梁以及代讨预备 2011年国内大旅行 2013年全球海岸线事件的国内大道家的彩牌 过往半年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制作等等 全部都是石安教会长期对世界的支援 当我们无条件地牺牲和付出的时候 结果世界却无理地迫白和屈枉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资格 担着神的公义 让全个人类历史成为我们的支援 杀种的第四点 杀种行动一定是来自我们对神的Vayma 同时代信息的回应 并且要甘心乐意 白白地付出 杀种的第五点 在不明白当中仍然相信和付出 并且这种不明白最终会成为谜题 于是我们有资格解开众多的谜题 得到共同信息的回报 神掌令我们解开不解之谜 因而得到辛苦的支援 杀种第六点 杀种所做的是意想不到 因为神给予的时代信息是令人意想不到 例如分享商养水讯息 2012荣耀盼望讯息 以及现时的曼德拉侯应讯息 在当中最终的奖励和果效 全部都是预料之外 杀种的第七点 在不知情的底下仍然要杀种 因为之后的祝福是巨大的 因为若是知情必然会引发贪心 以深述不正的动机和态度去做 只有在不知情的底下仍然杀种 因为爱神已继续对人无私地付出 免费送出神所赐的祝福给全世界 不收分号 才有资格成为女院 这样 圣安教会就能够得到全历史的支援 所有共同信息都变成圣安教会的塑造 杀种的第八点 每次神给予的时代信息的冲击 都是塑造神父的祝母 得着共同信息 实在 唯有当神父级的基督徒 同时按着上述八点杀种的原则去做 即是行出真言第31章24节的教导 成为全世界的支援 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 同拥有针言第31章25至29字所预示的 成为全人类历史时代的五常即时的祝福 这个不是单单一个世代 不是一个地区教会的五常即时 而是成为全人类历史的五常即时 因为神确实是用全人类历史来建立一所女院 即以塑造五常即时 塑造神父 因此 为何严谱篇会放在针言的最后一篇 因为这个严谱不单只是神的辛苦 他更是在全人类历史最后一刻被塑造 为了累积全人类历史的所有精华 累积全人类历史的知识以及智慧的总和 包括透过全人类历史所有的科技 建设 文明 科学 大自然的设定 常数 天上众星的预言 以及历史各种的大事 当每件事件组合起来 才可以成为一个迷面 给予辛苦成为迷题 然而辛苦级属的教会必须拥有神级的智慧 一方面要找到这些迷题 就是人生市场的试题 也是神所制定的藏宝地图 另一方面 更要凭着倾听神的声音和智慧 按照与主耶稣基督同等善良的本性 作出切实的回应 与种子一样去杀出 牺牲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支援 才有资格成为整个历史结束最伟大的五秦即使 所以 针延的《严谱》篇 是以《阿利夫塔夫》字母离合诗的方式写成 说明辛苦最终能够得着神《阿利夫塔夫》的签名 不单只得着时空穿梭的能力 并且按着神的预定 成为全人类历史时代的五秦即使 整间教会都会成为使徒 先知 牧师 传道人 教师的即使 达至信仰天峰的领域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教会当中 找到潜藏在历史当中的书 潜藏在圣经里的wisdom 潜藏在历代历世以来的背后的共同信息 全部是支持我们 慢慢建立我们 慢慢将我们的wisdom 一路 改变我们 使我们成为辛苦的 所以原来在个人来说 我们可以成为五秦即使 但我们石安成为历史上的五秦即使 我们石安就是这个历史的使徒 石安就是这个历史的先知 石安就是这个历史的暴导家 你看到我们完美生的所有东西 不只是我做的 是我们的教会做的 所以最后的辛苦是什么呢 他不是像普通人那样 在地方教会成为五秦即使 最后的辛苦是分辉必出于石安 石安就是成为时代的教师 石安成为时代的蓝徒 石安就是成为全时代的五秦即使 所以他就是辛苦 不是个人可以做到五秦即使 是整间教会都是新皮袋 整间教会辛苦 所以为什么 《言父》片是在针研最后一章 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但问题是他怎么能成为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呢 就是因为二十四节 他知道他的支持 他知道如何和这个 现存的神创造 这个现实 他其实是强调他 他能够接触而得到的支持 而不是说 不断外出他 不是在找到他埋藏的东西 其实人生是什么呢 神所设计的人生 就好像一场考试 在人生市场上 考验全人类能不能够合格 如果合格的话 又能不能够考取高分数 然后按比例 给予各人不同级数的永恒身份 分别是奔客 同女和辛苦 但神所设计的人生市场 和人类设计的市场 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令人生市场的难度 远比人类设计的任何考试 都困难得多 事举例 假如有一场考试 在考试之前 考生完全不知道考试题目 内容和范围 简单而言 没有任何考生知道 这场考试考的是什么 甚至考生进场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场考试 只以为自己走入了公园 在公园里面看见不同植物和动物 看见游客在那里散步 限谈和讲笑 看见小朋友在那里捉迷藏 考生第一个难关和责任 就是在公园一样的市场里面 自行寻找这场考试的题目 寻找试题在哪里 寻找考试评分标准 寻找考试时间等 寻找和分辨答案的对错 只是回答正确的答案 因为这个市场就像一个公园 其他闲着的人 同样不知道这个公园的目的 考生就是要做到与别不同 即所谓众人皆在我独省 神为全人类设计的人生 就像这场隐藏了试题的考试一样 每一个人一出生 就仿佛失忆一样 又如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知识和记忆 连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都记不起 这场人生考试 甚至不会告诉你 这是一场考试 但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都会发现人生充满各种难题和挑战 但但面对各阶段的成长和环境转变 已经需要被迫接受不同类型的挑战 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自行选择 假如不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 甚至不会知道世上存在一位创造主 设计了人生的试题 假如出生在回教家庭 甚至至少被灌输基督教是错误的观念 你能够想象 这场人生考试的难度是如何 大部分人都不会有父母或者长辈 告诉你 这是一场神设计的考试 大部分人都不会有人出现在你面前 好像老师那样 教导你每一科人生考试的题目 教导你如何回答问题 如何考取高分 不单合格成为奔合 甚至能够成为同女或者辛苦 但是 假如不合格的话 就要面对永恒的地狱成为审判 现今世上大部分人 或许都曾经思考过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但是 他们思考的问题 答案和方向 都是完全错误 绝大部分人将几十年人生 甚至一生的光阴 都浪费在无法得到答案的地方 每一个考生 连考试何时结束都不知道 因为每一个人的授数都不一样 每人会知道自己何时离世 亦不会知道考试是十年后结束 又抑或是今日就结束 所以 当食安教会的肢体 能够在一生中尋找到这间有神同在的教会 并且有一位牧者或牧师 在过去33年 不断为我们尋找神的试题 提供准确答案 神亦以一日都没有偏差的共同信息 印证这间教会 证明我们每一步都没有偏离神的时代计划 我们就应当排除曼难 收起一切不满和埋怨 全心全意跟上神时代计划的带领 因为整个人类历史 以及现今这个世代 绝对没有万分之一的人 拥有我们今天的福分 能够有人完整和清晰地分析 有关神在整个人类历史设下的试题 亦提供100%准确的答案 而我们食安的每一个 只要愿意努力学习和认考 就必定能够得到令历史上所有人 甚至所有先知为人都事务的身份 就是成为时空穿梭 与神同创的辛苦 因为你不尊重去刮祂 你还要在上面浮面走来 找地方改变这些东西 就是大件事 我们要找到他为何处理这些东西 为何要处理这个法律 为何处理这个法律 为何处理在历史当中是这样 为何处理在圣经中有这些经文 为何会有66卷书 全是找出他内 埋藏不让人找的秘密 最后就让世界人 先找到这些支持 然后这个就是历代历世以来的女愿 就塑造了她 所以最后这七节 其实是将辛苦变成 将教会变成 整间教会变成 五尘即使 然后才准备了这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实当中 所要做的就是 我常常说做好你手上的 因为你做好它 你一定要找到 历代历世以来 所有神奠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hold住这个世界 或者带着这个世界 要进行的东西 我们就要找那样东西 这篇主日信息 以为牧师继续分析 找出神隐藏的试题 和完成方法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和明白 神给予我们的世界 这个地球 就是庞大的考试场 人生目的 就是要找出隐藏的试题 并且成功完成 获取门分 然而当有人连试题 也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又怎样可以找到呢 由牧师分析 神设定的人生 其实是有积可尋 提供了足够线 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 找出这个试题 原理就是做好神 给予我们手上的工作 尽我们的人生责任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找出神的试题的原始点 也是唯一的线索 让我们立时可以知道 因为神是公平的 即使世上有几十亿人 神都是以一个公平的方式去巧合 每个人都有其原生家庭 社会背景 身体机能 甚至受数等等 都是由神设定 当众必然会有冲击和困难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 在地上不同角色的责任 而这些的角色也是神设立 成为我们第一份人生功课 另一个就是最公平的起点 藉着了解自己 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最快理解到神心意的方法 另一个就是 为什么传道书这卷讲及人生的书卷 也提到我们要做好手上的工作 认为另一个就是 找出人生试题的唯一线索和起点 透过寻找并且做好这份人生功课的过程 从而被神引领 找出神隐藏的试题 因此第一步 要做好神为我们设定的人生功课 下一步才是寻找神埋藏的人生试题 甚至是时代试题 然而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道理 世上又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呢? 尤华牧师分析 当你愿意忠心做好手上的工作 包括庞阔自己 学习各种新事物、新知识 去做好手上的工作 这样神就会让你寻找到更多隐藏 在世界的定理和支援 从而找出神给予的人生试题 换句话说 当你希望努力完成神给予的各种责任 和人生功课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认知到 原来最能够帮助你完成这些责任的辅助 必然是神的话和智慧 所以传道书不断强调我们要尋找智慧 而智慧也是不断跟我们沟通 成为我们的帮助 并且带领我们的人生 如此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能知道 和不懂得应用呢? 原因是外界大量牧师 已经视信仰为宗教游戏 他们不断祈求神给予福兴 同时却是不断强调和教导弟兄姊妹 神是要书、守约、施慈爱的神 即使人生充满软弱 甚至选择自暴自弃、生活一塌糊涂 只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神也会继续施慈爱和祝福 让他们继续放任生活下去 这种不勞而获的概念 不单单外界的基督徒相信 甚至他们的牧师也相信 这就是大部分教会 变成社区会堂和社福机构 多过是神的家的原因 作为牧师 他们从来都不考究 如何更优质地去带领群羊 更加像神 既然他们抱着这种态度 去应付人生功课 智慧又怎样会探访和道领他们呢? 神的设计中 设定了智慧只会协助那些 愿意做好本分的人 神对所有人也是公平的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尋找到 神设定的帮助 即是智慧 整个世界 亦会跟那些做好人生功课的人互动 一步一步 到令他们尋找到神隐藏的事体 亦唯有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不会干预别人在这个考试场的表现 因为我们都是处于一个互动的世界 不同人的互动 架构出整个社会的不同部分 所以我们的举动 是会影响别人的人生功课 当我们愿做好自己的功课 神就可以藉着我们的部分 去架构别人的事体 就好像日华牧师不断被神带领的时候 所有弟兄姊妹也会从神带领的不同动势 得到人生功课 总括而言 神创造人的时候 已经设定了每个人都有其主观镜 所以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 亦都是为自己而活 在自由旨意底下放任度过一生 即是以自私的主观镜度过人生 然而当有人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不选择自私 而是选择做好自己本分的时候 他自然会寻找到基督教 亦自然会寻找到智慧 从而发掘出神给予 在一个世代的隐藏事体 謹记,既然神做每个人 都是独特奇妙可畏 我们就可以从神对每个人的独特设计 寻找到他的心意和善索 正因为我们懂得这样思想 神就会让我们找到他隐藏的事体 甚至进到世人所羡慕的位置 可以在神埋藏在一个时代的宝负 现在我们明白 借着理解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个别设定 我们出生的家庭背景 身处的社区 个人的喜好和人生限制等 就可以理解到神的心意 并且当我们愿意做好自己的本分 神就会带领我们寻找到智慧 从这条道路的基础上 我们就会走到第二步 发掘出这个庞大的考试场里面 神埋下给我们的帮助 即是找出神在一个场景奠定的各种不同定理和敌律 因为神为人类而做的所有设计 都不是偶然或者多余 相反是神智慧的结晶 所以找出这些设计 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支援 当然环顾四周 我们有着种种由人建立的定例和法则 例如香港有着由人订立的法律 驾驭整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要遵守 但是并非所有条文都是合乎圣经 因为起了订立法律的时候 并不是以合乎圣经为依规 但是这些法律都是架构着整个社会的准则 所以除了人类自己订立的法则之外 其实也有着神设计这个世界作为场景的时候 埋下的自然定律、法则、智慧、甚至预言 另一个就是神设计的定律和定理 甚至必然成就的计划 也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部分 因为神设计的众多定理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成为我们的辅助去解答人生的事体 例如香港法律定下各种惩罚恶人的规则 同时亦容许同性恋 所以假如你单单依照香港的法律 结果就是得罪神 原因从圣经神所定下的原则 不单单是会惩罚各种恶人 当然亦会禁止同性恋 同时神会祝福二人 甚至他们的后裔也会因此而得福 所以我们要发掘神制定定理和定律的原因 唯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开审判 同时得着神的祝福 因此法律可以驾驭社会 但是神的定理却是驾驭整个世界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人类定下的规律 能够高于神所定的法则和定理 世界的发展是依赖神定下的自然定律 法则和规例 没有神设定的气体流动学 就没有人能够制造飞机 没有神创造的动静物 我们的世界就会像死成一样 没有生气 人依赖研究神创造的各种物质 才会有今天的科技发展 创世经描绘创造整个地球的过程 就是神为我们设计的场景 当我认识神的定理 就会漸漸让我们由一无所知 以至全盘认知神创造的世界 甚至可以知道神将要成就的计划 因为当我们愿意寻找的时候 智慧就会与我们沟通和说话 成为我们的道领 让我们认知神埋藏的事体 因为神早已预期 我们就是这班人 可以成就祂创世已先已经订立的计划 开始的时候 从研究和发掘定理 智慧会带领我们 认知历史上整个事体的不干 即是人类从被神创造的受造物身份 进度成为与神匹配的身负资格 但是每个时代也有当时代的事体 去完成这个不干的其中一部分 从研究历史每个时代的事体特征 我们就能够理解到 这个时代的事体特征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收窄 更能够发掘出 我们个别人生的独特事体部分 认为我们个别也是神独特的创造 每一个人是重复的 所以纵使大家都处身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也是有着个别的事体 就是神设定每个人的个别声情 不同的家庭背景 教育水平和社会文化等 让每个人走到个别的带领和塑造 从而回答个别的事体 所以十届就要开始找遵行的事 而不是变动它 是不可以想这个方向 一想一跌最少跌一亿平次 最少由第一亿平次跌到第一亿 另一亿平次 这个方向是不可以这样的 你一想一想 就是为什么它要这么确定 我经常都是这样想的 主要和你分享 他为什么要这样才行 既然这样做 怎样做得更加好 但如果你怎样做得好 就一定要有一个背后 支援它的法律 你找出那个法律 就像我研究科学一样 你不是用这个法律 不是 既然研究它 支援这个法律 我要找到它 然后我用它出来 才会产生飞机大炮 车 车 免负能源 所有这些科学 它不是违反它 它是找到隐藏的 那样东西 然后 还要掌握它 那就是support 就是support 所有existent support所有truth的existent 那样东西 你找到那个support 就是燃负了 你便可以产生转利点 透过天马座行动讯息 我们回顾神卫传人类历史所铺设的共同讯息 便会轻易发现 原来全人类历史都只是辛苦的注母 这个世界成为辛苦教会的女院 使辛苦经历神的磨练 在内涵及智慧上不断成长 拥有御神郎主耶稣等級数的智慧和性格 成为全人类历史的祝福 现时世上不断地出现曼德拉效应 神明正历史和现实急速牙解 于这个启示录时代 神透过世上所有共同讯息及曼德拉效应的超时空共同讯息 充分让我们明白 神父即是世上的真命天子 就是所有共同讯息所指向的食安教会 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阿里夫塔夫的主角 的确 世上只有一间教会是被神认可 一日都没有偏差地跟贴神的带领 神与末世制造每个星期与时并进的国际大事及灾难 印证每个星期播放的2012信息 是连一日都没有偏差 唯要令世人知道 世上只有食安教会能够成为整个时代的支援 提供全备的担案 让人真正认识神 无疑 在曼德拉效应急速改变历史 世界不断步入末日的时间 所谓的现实、金钱、名利、企业的品牌、国家疆界 甚至世人所累积的知识和记忆一切都不再重要 原来透过曼德拉效应 神都可以轻易地作出改动 誓身现实与世人的旧记忆完全不相符 来到这一刻 世人还有什么可夸呢? 在契事录急剧变动的时代里面 人心惶惶、灾难处处 就连人的记忆和人论关系都把持不住 事问人喜不如圣经所记 那门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酸如天平上的微尘 以塞亚书四十章十五节 看呀,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酸如天平上的微尘 下距起众海岛,口像极微之密 事篇十八篇四十二节 我堵碎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堵出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事篇八篇三至四节 我观看你之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词的月亮星秀 便说,人算什么,离境顾念他 西人算什么,离境顾念他 然而,当神藉着全人历史支援 及铸造新婦诞生的同事 神却藉着新婦成为全世界的支援 成为西人的答案 因为这个时候 西人唯有找到新婦教会 成为装备自己的旅园 才是唯一的出路 神透过贤婦編向人展示 唯有进到新婦教会 在类院学习侍奉神的基督徒 朝著成为新婦的候选人 不断学习及改进自己 这样,人们才能够赚取得到永生的奖励 成为贤婦編提到 新婦教会要成为全世界的支援 甚至成为全人类历史时代的五尊即使 只是我们必须要反问 神认可的仕途、仙智、牧师、报道家和教师是怎样的呢? 仕途吸数的启示和傾听神的声音是怎样的呢? 仙智吸数的预言是怎样接收的呢? 牧师又怎样按住正义分解真理的盗牧养群羊呢? 报道家是怎样行出超自然神迹广传福音呢? 教师是怎样明白及查考圣经教导呢? 确实,在圣经里充满着无数隐藏的教导 支援我们在属灵上不断进步,尽心侍奉神 然而,世人唯有找到新婦教会 让这些教会成为我们的支援 帮助我们釐清神指定的标准,尽心竭力 切实地执行才能够满足到神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明白整个人类历史有不同的时代 神赐与每个时代的瑞玛有指定的要求及标准 人们必须寻找到神赐与最新及最及时的带领,付诸实行 参与其中一同成为这个世界的支援 在这个人生的市场上考取好成绩 举个例子,当人追寻信仰的时候 人们知道旧约的事情,原来在旧约的时代 只要进行一些标准,就可算为爱主跟从神,满足神的要求 但问题是,踏入新约时代,人再不能仅仅做好旧约标准 就以为可以同样满足神的要求 始终在新约时代,神已经定下更高的新标准 人再不能够仅仅符合旧约的标准,就以为算是跟随神了 否则,当时法里塞人尼哥底母去看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就不需要另外再教他们关于重生的角度 显然,在主耶稣的时代,尼哥底母却不能因为仅仅仅进行旧约标准 不去跟随主耶稣,不经历重生,就能够得救 总之尼哥底母已经进行旧约,要是他不跟随主耶稣,让主耶稣成为他的支援 尼哥底母肯定不可能得着永生,满足神的标准 实在于每个时代,神次于每个时代拥有指定更高的标准 没有人可以仅仅追随二千年前,五百年前,及二十年前的标准 就可以门牵过海,自欺欺人,自以为可以得救 人即使单单进行一年前的旧标准,却母与时并进,紧贴今个星期神级月的瑞玛 攀附在这个神级月的支援上,人都无法达到神认可思毫不差的要求上 同样,原来神次于这个时代辛苦的成安教会 就是要成为我们各人的支援,成为西人的终极答案 当我们与神所认可的辛苦教会连接了,让这间教会支援我们 人们才可以说是在人生的市场上,尋找到考试屍体,得着藏保地图 甚至透过神所认可的辛苦教会遇神接轨 努力侍奉,傾听神的声音,被神带领,逐步遇神展开对话 藉着辛苦教会的教导及支援,证明自己在全世界的藏保地图上 终于尋找得到答案,得着永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汇幕的智性所 就用这个灯光去掩着即使去服侍这个智性所 找到它,那个律例典章 然后做好它,里面充满智慧和充满谜 你的智慧就能修改 因为它的隐藏方法,你找出来的时候 你就锻炼到你的智慧 由华牧师分享到 每一个时代,神都会为跟随他的教会 刺下一个又一个新的转裂点 成为整个人类和神时代计划的支援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过去每一个世代 神都希望找到一群合神心意的余数 成就神在每一个时代的计划 当有人能够在自己身处的世代尋找到神的脚踪 即是神给予那个世代的时代计划 就会产生復兴的现象 例如主耶稣时代,当主耶稣升天后 曾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听从主耶稣的吩咐等候圣灵 他们最终被圣灵充满 带起当时代新约的一个大復兴 完成神在他们那个世代的计划 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 神的时代计划就是要人从头开始 重新认识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救恩 所以,当马丁路德尋找到罗马书 恩信称义经文的启示 就能够带起一个大復兴 然而,尤华牧师近期的《每日灵修分享》 《初在溪水旁》里面提到 以往教会都是用復兴一词 来形容一个时代的带领 但到了现今世代 復兴一词已经不足以整全地形容当中的意思 而是要用支援、support一次 因为,当人尋找到每一个时代 是用什么支援当时代神的时代计划和未来 就等同尋找到神的终绩 例如尤华牧师指出 为什么在四年前的2013年初 当他发现Redbot提及Bitcoin的好处 并鼓励人买入Bitcoin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未来Bitcoin必然会大幅狂升 就正如现今所见的现象 甚至将会价值上亿美元一个呢? 并且知道Bitcoin将会成为全球唯一货币系统 取代所有传统货币呢? 因为,尤华牧师研究Bitcoin的时候 发现Bitcoin虽然是一种堪称完美的货币 但使用时却附带保安问题 将来必定会成为啟示录所说的666经济系统 或者成为其前身 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捏点 因为Bitcoin系统 是666经济系统最重要的支援 假如2009年没有出现Bitcoin系统 666经济系统也不可能出现 其实每个时代里面 神都会创造一个未来历史走向的支援 当这个支援产生 就会成为历史重大的转捏点 塑造出未来 神亦是用这种方式去掌控人类历史 事举一个例子 当人类在18世纪发现了电力 并且在19世纪因为天才科学家Tesla 发明的交流电系统 电力就成为了人类进步 和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 是历史的重大转捏点 诞生现今以电力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电力在100多年前发明和应用 成为当时代的支援 令世界向着过去18年历史的走向发展 因为假如没有了电力成为人类的支援 你能够想象 大部分人至今可能仍然是农民 以人力或者牛力去耕田 每日用尽所有力气和时间 只是为了每日有食物 可以供给自己和一家人饱吐而已 又怎可能发展出现代文明 和城市这一类的系统和生活呢? 又例如 2000年前神设下主耶稣 成为当时代信主的人的支援 没有主耶稣成为支援 就没有人可以得着救恩 正因为主耶稣的支援 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捏点 教会才会诞生 圣灵才会在五巡节降临 新约教会才可以开始 成就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 所以 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跟随神的人 甚至成为同女同身父 就必须找到神在这个时代 即是Now现在这一刻 神给予跟随者的支援 并应用在我们身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就神的时代计划 成为改变历史的人 成为时代转捏点的制造者 让神的旨意在现在这一刻成就 并且我们得着神的高声和永恒奖励 我们不可能尋找过去神给予的支援 来成就神今日的计划 例如 现今的信仪会 只是紧抓住500年前神给予的支援 就无法成就神在这个时代的计划 亦无法以神的旨意塑造将来的人类历史 成就神的时代计划 就好像尤华牧师曾经在灾在溪水旁分享 将来的身父皇后是如何诞生呢 就是由今天的女院塑造 成为最佳候选皇后 即冠军 绝不可能由5000年前的女院诞生出来 所以 尋找神终绩的最佳方法 就是尋找出神现在这一刻 提供给世界或者教会 最新最厉害的支援是什么 神的支援诞生的一刻 就是神的手在工作 改变历史和塑造将来 是神伸手到人类社会 改变现状的转捩点 例如1900年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神的同在必定在谎言讨告的人身上 因为谎言是当时神给予教会最新 最火热的支援 并非旧有的信仪会 浸信会 巡道会 或者宣道会 到了1948年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喜吴正是春雨运动的 敬拜赞美和帐幕医治聚会 2009年至今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喜吴就是由华牧师分享的 2012信息 到了2015年3月15日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喜吴是天马座行动信息的诞生 成为我们的支援 从而发现历史上与时并进的共同信息 印证石安教会就是真命天子 即神的辛苦 2016年的626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喜吴因为石安剑耳机的诞生 成为我们的支援 而是被神完全控制 可以借助这件工具屠容 和举行 的完美音词 的完美音词 港座码 2017年6月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岂不是曼德拉效应 成为我们的支援 并诞生出TOME曼德拉效应 而是被神完全控制 而神掌控将来的方法 就是刺下每个时代的支援 未来就会按照神对今天的支援 顺势而行 如同大卫的时代 神的支援在大卫身上 而不是素罗身上 所以大卫拥有将来 素罗却绝对没有将来 如同大卫的时代 神的支援在大卫身上 又例如主耶稣时代 神的支援就在主耶稣身上 令他可以分享 神的rayma 和行出各种前无古人的神迹 而不是在旧约法利赛人身上 今时今日 藉着各种共同信息的印证 以及神同在而诞生的神迹 例如因此运作 call位 甚至Bitcoin暴星所带来的 超自然附足 都证明神不断为日和牧师 和石安教会提供更新的支援 这个就绝对证明 神的脚中就在石安教会 所以在这篇上 相信大家就明白 原来我们真的要憑着智慧 智慧的价值 为何人生中是这么高 因为他才带你冲破万难 他才带你找到考试的 试题考试的目的 以及用什么去回答 以及如何回答得最好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智慧 因为智慧不单让你聪明 因为原来你考好所有试题的工具 就好像我们去考试我们用原笔 其实原来考好所有试题的原笔 那个工具就是内涵 没有内涵是没有人作答的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想着用成就 用桌头 就想着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其实是用内涵 但是问题是 智慧和内涵混合的话 你要想一下 一个很高档的神的设计 对吧? 所以最后我想 每一个都跟三个人说 那我会用最好的内涵去作答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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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好 最后我们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一起再多谢一赞 Amen Amen Amen